之前啊咱们讲那个决策数算法 是不是说首先呢我要构造出来一棵树 然后啊最终的一个结果 就是我树的一个叶子节点上的一个结果啊 相当于是干什么干什么事 把模型构出来了 那这个模型最终得到什么结果 我就认为这个数据 它就应该是这样一个结果吧 但是呢咱们现在要来考虑的一个问题 就得给它延伸一些了 第一个想法 一个算法来说 是不是稍微有些担保了 那现在我们有没有一种方法 比如说之前你是一棵树 现在让我给它变成十棵树 甚至一百棵树 可不可以呢 当然是可以的 所以说啊咱们现在给大家讲的 叫做一个in symbol的一个learning 相当于是一个集成算法 集成算法啊 大家可能是头一次听过 头一次听这个东西 这个啊它并不是机器学算法的一种 相当于啊是把很多个机器学算法 给它就是拢在一块了 那这个东西实不实用呢 可以说啊是非常非常实用的 大家如果说关注于一些竞赛的话 可以看得出来这样一个结果 就是普遍情况下 就是在一些竞赛题上 或者是一些比赛挑战上 它想要的目的什么 想要的目的就是说 谁的准确率高 那肯定是谁的算法好 那这些准确率高的算法啊 普遍上来说都是这些集成算法 集成算法当中啊 就是关于集成的方法 还有一些 咱们给大家分别来介绍啊 三种不同的一个集成方法 第一个呢 咱们现在说啊 我们这个目的是什么 目的肯定是说 让我们最终结果肯定是越好越好了 单个的不行 咱们群偶就给它一起上 来说第一个 第一个有一个啊 咱们来看名字吧 第一个叫做bagging 第二叫boosting 第三个叫stacking啊 相当于是几个名字 听它这几个名字啊 看起来蛮高端的啊 就是名字起的都很好听 但是呢 做的一件事啊 却是非常非常简单的一件事 集成算法啊 理解起来是非常容易的 咱们先来看第一个吧 就是一个bagging的思想 它是什么意思呢 它的意思啊 就是说 现在你训练一棵决策树 看起来这棵决策树 它没有达到咱们的一个要求 怎么办呢 我训练一百个 训练一百个之后干什么 训练一百个之后 我去取它的一个平均 注意一点 训练多个分类器 并且去取平均 我们来看一下表达式 在表达式当中 我们看这块是什么 首先我是进行了一个累加吧 累加什么意思啊 各个算法都有各个 不是说各个算法 各个数模型 咱们就拿数来说吧 各个数模型啊 都是有它的一个结果 那比如说十棵树 十棵树有十个结果 那你把这十个结果先都加在一起 加在一起之后呢 我们看乘上了一个m分之一 现在什么 去再去取它的一个平均 也就是说啊 现在我可以怎么办 现在既然说十个数 我要把它们结果都拿到手 那是不是说我并行的构造十个数就可以了 也就是说啊 在bagging当中 我们的一个基本思想 并行的进行一个训练 并且呢 把最终的结果进行一个平均化 这个就是我bagging最基本的一个思想 咱们先来看我的一个bagging模型 全称什么 全称啊 就这样一个全称啊 这个东西 我怕我读 我怕我读 读音不准啊 到时候大家自己去发音一下吧 然后说白了 它的意思就是说 我并行的去训练我的一堆的分类器 注意点是并行的进行一个训练 那它的一个代表有什么 最典型的一个代表 就是随机森林了 所以说啊 咱们现在要给大家说的就是决策数 大家应该都明白了 那决策数再稍微升级一下 那不就是这个随机森林了吗 咱们来看一下吧 右边就是我画的一个 不是我画的 找着一个随机森林的一个图啊 咱们来看 随机森林里边有什么 首先我观察到的三个东西 有翠一 有翠二 还有翠N 也就是说 在我整个森林当中啊 森林是由什么组成的 森林必然是由树来组成的 所以说我现在整个庞大森林当中 有很多个基础的决策数算法 我们分别叫做一个 其实这个东西啊 你就是不同人叫不一样 很多人都管它叫做一个弱分类器 但是其实啊 这个弱分类器 听起来有些怪怪的 弱分类器给人一感觉就是它是不是不好啊 但其实上并不是这样的 就是咱们还是把它叫做一个基础的分类器 或者说叫做一个基础模型 叫弱分类器啊 总感觉是怪怪的 然后呢 我们来看 这是第一个基础模型 这是第二个 这是第一个 每个模型都有什么 每个模型都有各自的一个结果吧 有class A 你看就是 假如说 现在我要做一个分类啊 分类就是我做一个二分类 最终结果只可能有A类别和B类别 然后呢 吹一里边我是一个分成了A类别 然后还有个B类别 还有一个这也是B类别 也就是说啊 现在我构造出来了N个数 每个数啊 可能得到的结果还都是不一样的 那最终 现在我想得到一个 你最终是什么结果啊 你不能说有不一样的就完事了 你给我个最终结果吧 最终结果 在这个随意思念当中啊 我们就可以按照这样一个求重数 比如说你现在是分类 一个分类任务 那比如说现在100个数当中 90个数认为它属于A类别 10个数认为它属于B类别 那我一看90比较多吧 是不是说最终结果 它就是取最多的 它就是一个A类别 那如果说你是一个回归任务呢 你想预测一个人的考试成绩 那我们可以把这100个数预测出来成绩 取一个平均吧 比如说第一个93 第二 96 94 都加在一块 除上100 这是不是完事了 也就是说啊 现在我的一个最终森底 我可以并行的去构造出来一些数 你看这是什么构造的 这是第一棵树 这是第二棵树 你说构造第一棵树和构造第二棵树 它之间有什么相互影响吗 翠一会对翠二产生影响吗 翠二会对翠三产生影响吗 好像来说没什么影响吧 自己训练自己的就完事了 它们之间啊 是不会产生一个影响的 所以说啊 我说这个bagging模型 它最大的一个特点是 可以进行一个并行的训练 并行的训练什么 并行训练一堆吧 一堆指的就是我这一堆树 那我们来看 现在随机思念当中 给大家解释了一下 什么叫做一个森林 这个很好解释吧 一堆树放过来 不就一个森林了吗 那随机又是什么东西啊 咱们先想这样一个事啊 就是你这个数据来了 你这个数据来了 按照你当前设置的这些参数 你构造了一个数A 比如说这是一个数A 然后呢 解个A吧 然后呢 你按照同样的参数 同样的数据来了 又构造出来了一个数 叫吹币 那你说这个数A和数B 它俩是不是一样的 你可以想就是 数的数据都是一样的 参数都是一样的 所用的特征也都是一样的 那你的数A和数B 必然是一模一样的吧 必然是一模一样的 那数A说它属于A 它属于一类别 数B必然也说 它属于一类别吧 或者说 数A预测了一个1.6分 数B必然也预测一个1.6分吧 也就是说 如果说你的数入是一样的 参数就是参数也是一样的 选择的特征也是一样的 这个时候得到结果 变成一样的吧 那得到一样的结果 对咱们来说有用吗 那是完全没用的吧 得到一样的100个一类别 再去算的还是一类别啊 所以说在随心当中 我们希望什么 我们希望你看 这个翠1和这个翠2 一直要翠1 我们希望它们是有这样一个差异的吧 别让它们预测出来的值 都是一样的 那怎么样让它们有这样一个差异呢 最简单的方法 加入一些随机的变化呗 加入一些随机量嘛 每一棵树构造的时候 让它构造的不一样 这不就完事了吗 所以说在随心当中啊 森林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更重要的点在哪啊 更重要的点就在于怎么样去随机 随机啊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因为我们要保证 每棵树它都是跟其他的在有一个差异化的 不能让树都是一样的 那随机该怎么去做呢 在这里啊 就是我一般情况下 把它叫做一个二重的随机性 所谓一个二重随机性 这个词我自己编的 数本是没有的 所谓这个随机性 其实就是说白了 就是这么个事 当咱们现在有一个数据 比如说这个数据 这数据咱们就100个吧 100个什么数据也不管了 反正就100数据嘛 然后我要构造三个数 比如说现在这块要构造一个数一 这块要构造一个数二 这块要构造一个数三 在这里构造的时候啊 你说我刚才不是说了 一二三的时候啊 它不能就是取相同的数据嘛 取相同的数据会导致最终会接入一二的 那怎么办呢 我取不同的吧 取不同最简单的方法 随机的选择 那随机选多少啊 随机选一部分嘛 比如说现在我指定的指标是一个60% 现在什么 相当于数一 会在我在100个数据当中 有放回的选择那么60个 这一点啊 就是随机你里边定义了这样一个东西 它定义了一个有放回 有放回啊 是让你的随机性 它是更明显一些的 所以说呢 这个数一 比如说我随机的选择了其中60个数据 数二呢 也随机选择60个数据 数三呢 也随机选择60个数据 每颗数啊 选择数据的一个量是一样的 但是呢 数据的内容是不同的吧 因为呢 我们都是进行一个随机的选择的 你随机60% 你说这个一和这个二它完全一样 这个几率非常非常低了吧 而且还是有放回的 所以说啊 现在啊 我的随机里边 第一重随机性是什么 对于数据的采样 我们认为选择数据的时候 这个采样 它是一个随机的过程 一般情况下 这样有这样一个比例嘛 这个比例啊 60%到80%之间 这个值是比较常见的 也就是0.6到0.8之间 选择一个百分比 在原始数据上 进行一个有放回的采样 这就是说 并行构造说 每颗数的输入 它是不一样的 然后呢 这是什么 这是我的一个数据吧 我数据是有100个 那我说的一个 二重随机性 里边不光啊 我的一个数据 要带有这样一个随机性 我的一个特征啊 也要有这样一个事吧 我们来看 在这里 这句话小一些吧 比如说现在 我有10个特征 也就是说 每个数据啊 它都有10列 那你说 第一个数和第二数 还有第三个数 我们又能干什么了 又可以进行一个 随机的采样吧 直播说 这回我们选择什么 这回我选择的是一个 特征的随机采样 在这里原始10个特征 10个特征里边 我这个随机的选择 其中六个 第二数再选择六个 第三个数再选择六个 保证了什么 保证了每颗数 不光的输入数据 是不一样的 最重要一点什么 它的特征也是不一样的吧 其实呢 这个随机森林啊 咱们理解起来非常简单的吧 森林就是并行的一堆数 随机呢 在训练过程当中 数据的采样 有放回的随机采样 特征呢 随机的进行一个选择 但是呢 要保证一点就是 你每一棵树啊 它的一个数据量是一样的 特征的量也是一样的 直播说啊 里边是什么 那就是完全的一个随机了 那这里啊 就给大家说了一下 当我们随机的时候啊 我们有这样一个 二重的随机性 这是我随机森林 最重要的一个特点了 森林呢 并行 注意点并行啊 你睡一 咱们来看 就是当我们随机完之后啊 是不是说 你吹一 这60个数据 这六个特征 拿过来勾造它了 吹二 吹三 这都是没什么影响的吧 你说一二三之间有影响吗 没影响的 所以说 我认为啊 它们是并行的 放在一起 然后在最终 得出来一个结果 就可以了 我认为了的尽力响的